每個禮拜都有來 以著住行器 拄著拐杖 老老相依 說什麼也要去環保站 帶媽媽來屈齒環保 因為之前中華路環保家 是媽媽設立的 那屈齒 中華路環保點的東西 都會送到屈齒 所以屈齒對我們來講 有濃濃的感情 對 然後等於算是 那個發源地 兩年前慈濟志工 流程每月中風後 歷經多次住院 復健 掛念的依然是環保站的人事物 來這邊很多新店區的老菩薩 看到媽媽也很開心 就會找他來聊聊天 對 然後媽媽也會很開心 那每次來屈齒環保站 環保或中華路 其實都會帶回來 滿滿的正能量 恰逢流程每月77歲生日 環保站 溫馨祝福 祝你身體健康 祝你身體健康 祝大家健康的當初就好 好就好不舒服 就這樣去 好 這裡的人情 一山傍水 濃縮在環保站的一方天地 帶新聞 珍善美之工 沈玉蓮 張藝章 高金傳 台北報導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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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感谢观看